落地银行金融业 它如何挖掘人脸识别场景 当时就是银行已经感受到的一些 非常支付宝 这样的一些就是竞争的压力 人工智能行业竞争激烈 它怎样守成与工程 最大的肯定还是海康啊大华啊 他们是一个是真正的行业竞争龙头 是不是代表我们认为 在安防的这个红海的部分 我们已经很难有机会了 面对行业资金虚警 它如何掩判行业的挑战与机遇 我们也不否认就说 这里存在泡沫 中国经营者专访云从科技 联合创始人姚志强 精彩不容错过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走进本期的 中国经营者 我是刘烨 近年来随着人们支付手段的更迭 和安全意志的提升 关于人脸识别的技术需求 在不断地增加 相关的市场潜力 也在不断地被挖掘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邀请到了 国内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当中的 四小龙企业之一 这家独角兽企业呢 从2015年成立 至今已经成为了 国内银行业在人脸识别领域当中 最大的技术供应商之一 并且深入到了机场安防等领域当中 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 云从科技的联合创始人 姚志强先生 欢迎您 谢谢 姚志强 云从科技联合创始人 1975年出生于安徽淮北 本硕博均就读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系 毕业后曾在科大训飞 从事语音识别研究工作 2015年4月 和周西等几位中科大校友 共同创办了专注于 人脸识别为主的计算机 视觉技术企业云从科技 与商康 矿市 依图 一同被称为 国内计算机视觉四项目 同时我们来欢迎 本期的特约评论员 普华永道管理咨询合伙人 沈宇峰先生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姚总好 大家好 沈宇峰先生 对于今天的我们 这期节目这场话题 您最关切的点 和最好奇的点是什么 人工智能最近好像行业 有两种不同的 发展的模式的方向 一种就是说 我们讲是聚焦在 原先的一些偏算法 偏软件层面的 相对比较轻的 业务发展模式 也有一种趋势是说 它可能会重度地 切入到一些行业的 深度的应用场景里面去 包括涉及到 硬件的制造 装备的制造 这个环节当中 这两种模式 未来哪一种 会更有发展前景 哪一种是主流 这个是我今天最想 跟姚总探讨的话题 目前云从科技的 人脸识别技术 主要在国内银行 安房 航空等领域落地 数据显示 截止2018年12月 国内已完成 自建人脸识别平台 招标的约128家 银行企业中 云从中标了106家 市场占有率 约为82.8% 成为国内银行业 人脸识别技术 第一大供应商 我们进入到 这个行业话题之间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 当时在最初创业的时候 云从是怎么挖掘出 在银行领域当中 运用人脸识别的 这个场景 这个有很几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是实际的考虑 因为当时呢 就是银行已经感受到了 一些比如说像支付宝 这样的一些 就是竞争的压力 因此呢就希望 就是要 要更开放一些 去拥抱新科技 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当时也是确实在 它的业务上面 比如说安全上的问题 就出现了风险 就说不是说出现了 就是有人用这种身份证啊 就假冒 就是我去开办那个账户 对吧 当时好像是在315 还有一些报道 我就拿了别人的身份证 去银行开户 其实也还是可以 竖离通过的 那这里就是说 就是它从 风险管控的角度来说 它也有这样的一个 比较强的需求 那么在我们来说 那我们就发现呢 就是当时在 银行场景呢 就是它相对比较稳定 因为它是室内的 比如说它的光源啊 还有其他的顾客的 和摄像头之间的角度啊 这个基本上 是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 所以说呢 这个当时我们就觉得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 一个契机 所以第一单是 怎么拿下来的 还能记得吗 对 出色就是 我们在建行拿了一个 第一个大的这样一个 它当时是想做一些 智慧银行的一些变革 提出一个销缘银行 那样一个概念 而且是可能是一个无人网点 那这里呢 就需要有很多的 这种新的技术 去加进来 当时是 就知道是带了整个团队 相当于我们一共 当时创业可能 当时可能 初期可能也只有50多人 一共带了30多万 直接就到了广州 就住在本地 然后和他们的银行 每个各个部门 去沟通 去交流 所以最后给它梳立出来 大概是 好像是11个部门 42种方案吧 接种他们 最后给他们航方 进行汇报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这样一个方案 最终才会打动航方 最后把这个建设方案 相当于交给我们来 去做一个事 当时带团队给 这个广州省建行 做了个免费的业务咨询 真的是需要双方 最好来 可能认真的沟通交流 可能有真正的互相去理解之后 可能才会产生新的火焕 后来就是有没有总结出 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对于后面的拓展客户 后来我们演出了两个方向 一方向就是在市场端 那我们要更多的 和专家在一起 就可能要请外部专家 或者说行业内部的 这种龙头 和他们一起 比如去建立 像检查也好 或者请他们做工也好 希望能够给他们 一个更好的方案 另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技术端 就除了我们刚才 最早的认练识别 我们现在到了 就是人体 语音 包括OCR 确实是要从感知认知 到最后决策 全那条的这个技术 都要完备 才能给它真正提供 它一个完整的阶段 目前这个云从 在金融这块做的是 在银行这一端 做的是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在这一端 形成的所有的这些能力 那么在其他行业的 这个可复制性 能有多少 其实我们比较领先的企业 也没办法说 我一定是在 所有的场景下 所有的行业里 都可以给你做到 你这个完全满足要求 这样一个水平 那一定是在特定场景化 比如说我们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人体识别 原来地这个识别 其实就来自公安的 这样一个实际的需求 因为他有的时候发现 我的摄像头 看不到人脸 怎么办 我可能需要人体 这种模式 来去识别它 那它就是来自于 这样一线去应用它 虽然说虽然说 但是你说这个技术 是不是已经做得非常完美了 其实肯定是没有的 但是它是能够帮助 公安能解决 比如说 我原来一个小时的 这种我看视频 判的时间 我跟你家说了十分钟 虽然说我并没有说 我最终帮你把这个人 靠人体就完全就查出来了 但是我给你缩小到 十分钟的工作量 其实就已经帮助 他解决很大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行业是愿意为这个事情 做买单 另外就一点 就是你提到 就是这个模式 可能太重 公安我可能是一个团队 我进入银行 又是一个团队 那这样的话 就肯定会导致模式太重 所以说呢 我们应对的策略 就是我们会发现 就是它毕竟 它在底层的核心的 就是中台 我们叫中台 中台的应用是通的 我们会达到一个强大的 一个中台 中台 对 就是目前 这是一个我们正在做的 这样一个事情 那相当于把我们的核心的技术 通用的产品模块 可能不只是软件 还有一些硬件的模组 那么就快速地上线到 这个我们中台 那么我们的行业应用 其实是基于我们这些 中台的产品 去做好用定化 从金融到安防领域落地 它如何应对 多样化的技术挑战 安防的环境会更复杂 人在加工厂长走过 一般来说是不会去 我故意在那里停留 把货拍张照 面对头部企业的庞大体量 云从如何探索自身空间 最大的肯定还是海康啊 大华啊 他们是一个 是真正的海人 这个龙头 是不是代表 在安防的这个红海的部分 我们已经很难有机会了 中国经营者 专访云从科技联合创始人 姚志强 广告之后更精彩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本期做客中国经营者的嘉宾 是云从科技联合创始人 姚志强 作为2015年成立的人工智能企业 云从科技在短短四年内 成长为国内计算机 视觉识别领域四小龙之一 在抢占了银行人脸识别领域之后 云从在安防领域又将如何突围 从实现算法到芯片的落地 云从又面临了哪些挑战 如果说在金融业云从 算是比较领跑的话 其实在安防领域当中 算是后起之休了 那您最开始做一个后起之休 怎么切入到这个赛道当中 在安防这个呢 是一个也是一个巧合 有一个巧合 就是最早的时候 因为觉得就是安防的环境会更复杂 人在监控船上走过 一般来说是不会去 我故意在内停留 或者去拍张照 不会有这种状态 一定是 可能是低头侧脸 然后快速通过 包括一些其他光照的影响 对吧 就会导致这个图像质量非常差 所以说一开始 我们觉得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刚好是在2016年 我们刚好在广东 做了一个这样一个测试 就是在一个大库检索 就是相当于说 我随机在摄像头监控下面 取了一个照片 然后呢 在团队里去搜 看能不能把这个人搜出来 做了这样一个测试 那当时呢 就是我们还有 就是有几家是国外的公司 我记得有日本的NEC 还有德国的克里达 那当时他们的识别率 是在大概是在百分之五 这个五点几多一点 然后我们的识别率 大概是在百分之五十多一些 就虽然说百分之五十看起来 就好像其实还不够 你百分之九十九 这差得还太远 一轮延那个时期 也是可以帮关节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用其他的手段 包括其他的行动手段 帮助他们快速定位这些 但是呢 你一定把这个需要搜索的人 已经定位到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范围之内了 比如说我搜一个人 或者说我排名第一 就最像那个人 我的识别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十 但是就是说 我搜一百个最像的人 和这种最像 那很可能识别率 就已经差不多是在百分之百了 那对于相对来说 就是说 如果说只是在百分之五 这个识别率 恐怕就不行 做不到 那么可能要挂一个 非常大的圈 可能一千人 或一万人的圈 那么对公安来说 这可能还是没办法接受 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目前在安防领域当中 云从的占有率达到多少 排名第一的企业 占有率能达到多少 云通货带这块呢 可能现在还不能够说 现在能排到非常靠前的 这个位置 因为最大的肯定还是 海康啊 大华啊 他们是一个 是真正的行业的这个龙头 从一半年开始 真正开始起来 就是开始把就是 人链识别 或者是相关的智能服务 单独作为一块 单独来造标 以前还都是说 我把这个就是智能服务 放在我整个一个硬件采购里 放在一起 作为一个标段来去造标的 所以当时还没有真正的去细分 基本上是目前是刚刚开始 那么在智能分析服务这块呢 我们还是有信心 有信心 我们可能会在 20年左右 我们大概会能够占到 市场份额的 可能是前二吧 大概是这样 是不是代表我们认为 在安防的这个红海的部分 我们已经很难有机会了 所以我们要去聚焦 可能更高端的这个应用 确实是当有某些技术 在某些通用的点上 就它越来越成熟之后 那么它就会变成就是红海 那红海市场呢 要么就是说 这个市场呢 就是可能就是 越来越走向这种 低端化的那种竞争 低价化竞争 要么就是说 它可能会被巨头整合 巨头会进来 对吧 比如说我这个 BIT啊等等 对吧 我们觉得就是说 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就是对未来来说 是我们在这里 非常好的这样一个 一个困存盒吧 就可以避免 刚才你提到说 就是我们做的 都是一个完全通用化的产品 对吧 那就会导致就是说 在用户体验 差别不大的情况下 那这个竞争 它的倍率在哪里 就比较困难了 这个过程中间呢 和外部的这种 通用巨头的这种 这种摩擦 我们觉得短期内 可能都会出现 但是从长期来看 那大家还是会都找到 自己一个更合适的定位 更擅长的地方 我们也看到目前 其实云从也在机场啊 一些相关的领域 做一些服务 所以云从接下来在选择 切入一个行业的时候 选择标准是什么 我们的标准就会看 首先找过来这个行业 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个头部 因为有的时候 很多行业它会需求 会非常散 或者说它对需求 它会把握的不是这么好 它会觉得人工智能 就是可以帮它解决 所有的问题 就是需求非常飘 相对来说头部客户 相对来说对这一点来说 会把握会比较好 然后能不能就是说 它的这个需求 和我们目前的中台产品 和我们技术能力 有个比较好的匹配 另外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就是 有足够多的资源 去理解和支持 在这个行业的服务 这目前我们重要的 另外一个点 就是从商业走来说 肯定是要市场够大嘛 我们会不会在企业的内部 还是能够保留 一部分的这个业务 或者说一个渠道 去接纳创新呢 在我们内部呢会降分 就是一个是现在的 叫做什么呢 就是叫主航大吧 主力行业 主航大 另外呢还有一些是 孵化的 就是我们认为 已经出现了机会了 然后我们已经进去 去做了 那现在我们云从 正在孵化的这些产品 或者说技术当中 有没有您觉得 有可能接下来成为爆发点的 制服啊 风控啊 这些都是我们目前 正在孵化的这样的行业 我们觉得可能会比较有机会 包括就是零售这边 我们也在做探索 目前云从科技在聚焦 金融领域 人脸识别技术的同时 也开始探索 安防领域的使用场景 同时对芯片领域 也开始了一定的尝试 我们说从这个算法到芯片 这当中的这个难点是什么 那么云从是不是有可能会 进入到这个芯片的这个领域当中 那目前来说 通用芯片最大问题在于 就是说 它的这种 就是优化的程度 和软件优化程度 就是做不到 另外就是功耗啊 和场景的这个适应度啊 可能不是那么强 这是它目前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就是定制化的芯片 这个可能是未来 大家都会去探索的一条道路 但是对于目前来说呢 云从来说呢 云从还不会说 自己去完整的去设计这个芯片 因为它整个一个产能力 也是非常长的 芯片整个产能力非常长 就是说 云从去掌控这样一个链条 这个难度太大 就是不是云从目前这个阶段 能做到的事 但是云从现在 更希望的是说 通过合作的这种模式 然后去提出一些定制化的 这样一些方案 就优化一些我们的一些应用 然后同时呢 也会基于我们一些应用场景 来去定制化这种芯片 比如说专门的这种识别的 这样一些需求 可能会走这条道路 四年四轮融资 它如何面对投资人的期待 其实科创板推出之后 云从接下来 对于科创板也好 对于上市也好 有什么样的计划 从金融到安防领域 产业未来将如何进一步发展 我们可能会看到的 2C端的产品 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中国经营者 专访云从科技联合创始人 姚志强 广告之后更精彩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本期做客中国经营者的嘉宾 是云从科技联合创始人 姚志强 作为国内计算机视觉领域 四小龙企业 云从科技先后进入了 金融安防等领域 面对人工智能 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 它如何看待行业内的新挑战 目前整个的这个AI的领域当中 其实都在面临着一个融资预冷 或者说是融资难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问题 是否会对云从的这个融资 或者说发展 带来一些挑战 其实去年就已经开始有投资人 在担心 在问这些问题 基本上是 但是我们去年的判断 就是说基本上是觉得 就是未来一个资金 一定会朝头部 我们这几家企业会集中 为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 去年就已经看到了 就是新成立的一些创新的公司 想再进入我们这些行业里面 已经非常难了 就是包括它的这种技术水平 还有服务的这种能力 都是远远赶不上我们这个前面几家了 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资源一定会朝我们来集中 所以说今年我们看到的这些结果呢 基本上也是印证了这样一个看法 就是说对我们几家来说可能会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是这种感觉 但是对于整个市场来说 可能是说这个大家会觉得这个资金可能会越来越紧张 这样一个情况 那从市场面来说 您觉得这个资金紧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大家还是就觉得就是整个一个更多的企业嘛 就是它的落地 还有它的生存 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这里会存在一些 一些就争论 另外呢 我们也不否认就是说这里存在泡沫 对吧 存在泡沫 就是说大家把估值估得太过高之后呢 就会使大家就觉得 怎么去证明这个估值 大家会存在很大的这个疑问 这会导致大家就是 从心理上就会觉得呢 是不是要现在要慢一下来 要看一看 就整个未来的发展的这个趋势 然后再去做判断 我们说四五年前 当时云从成立的时候 其实科创版的这个概念还没有 那么早期的这些资金 在投云从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对于退出是什么样的考虑 他们对于创业公司又提出怎样的要求 提出最多的要求就是还是一样 就是说要能够快速打造这种 就是引力的能力 这个我觉得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所有的投资公司 基本上都会这样去提 就是如果说我们守了一个 小而美的这样一个目标 那就很可能会被那些资源混乱型的 这个企业就大部分领先 那么最终它大部分领先之后 然后把用更多的资源把你赶出去 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那目前投资人对于云从在这两块 所做出的这个成绩还满意吗 目前基本上来说 应该还是比较蛮 基本上我们比较扎实吧 就是凡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 基本上都能够快速的形成扩张 那您看到的就比如说是银行 对吧 可能公安确实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蛮有信心的 另外就是在机场 这个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也是全部不开了 大部分的这个速度机场 安建口这块用的都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了 所以说呢 总体来说就是我们推进的这个步骤 还是比较理想的 您2018年10月已经做了第四轮的融资了 所以接下来对于这个科创办也好 对于上市也好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我们觉得呢 这是一个就是总体来说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们会觉得所有的业务直接到了 然后我们才会去说 去跟随这个发展节奏来去上市 但是不会完全为了上市来上市 那我们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整个发展节奏 其实在早期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推出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因为这个技术的使用很昂贵 所以一定是从B端切入 但是慢慢的其实我们看到 目前在人工智能的这个语音识别领域当中 会有一些C端的产品出现 那么在人脸识别领域当中 我们可能会看到的2C端的产品 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吗 C端的产品的话呢 那我们能看到的呢 比如说一些通用的 比如说可能是一些门禁或者门锁 这样一类设备 这个可能是未来一到两年 可能会有比较大机会的 因为这块就是随着硬件 它的这种价格的快速下降 这个慢慢能满足我们消费端的这样一个 对价格的这样一个敏感的需求 那另外在技术上面目前来说 基本上整个一个双目识别的一个技术 还是比较比较稳定的 所以说未来在这一块 可能有可能会看到一些产品 这样的 好 那节目的最后也请 水云峰先生为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 来做一个总结 好吗 好 我自己个人的感受 可能有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文件 第二个是自洽 从文件这个角度来讲 整个人工智能相关的产业 这么热的一个环境 大环境下面 云从在这个战略规划 在行业的选择 在业务的推进的形式上 其实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 总体来讲是一个比较稳健的 一个原则 一个做法 那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挺不容易的 在面对外界有这么多的诱惑 那为什么要讲自洽呢 就感觉在 这个战略实施落地的方方面面 它是在一个自洽的逻辑体系里面 也并不是说嘴上说一套 但是实际做的时候 可能又会身不由己地 做很多的这种摆动 当然就是说也有一点建议 就是可能给到姚总 很认同您那个观点 就切入一个新的行业 你必须要懂这个行业 深耕这个行业才能切入 但是这件事情 不一定百分百 都要咱们自己去 这个戴团人来做 您当年50个人 拉了30个人 去研究银行的流程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您可以考虑 多利用一些外脑 一起去探索一些 新的这个行业的可行性 那我觉得就说 既符合咱们自己的 文件的原则 但是就说也能够 也不对掉速度 对 也不对掉速度 也可以有些提升 好 非常的感谢 谢谢苏宇凤先生 你也再次感谢姚总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感谢观众朋友 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